當發生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樣不妥 因為我媽媽 在幾年前去開刀脊椎 然後我就在骨科病房 住了一陣子 結果直接發現 看了好多尖椎盤骨的資料 天啊 我根本就是在給我自己 找事情做 因為我連起床的姿勢不對就算 連睡覺姿勢都不對 睡覺姿勢怎樣不對 睡覺姿勢不就側睡很舒服嗎 但其實側睡 應該在大腿中間夾一個枕頭 有嗎 這樣子好像髖關節的地方是正的 就是你的脊椎不會扭曲到 不會這樣整個倒過去 而且下床是應該就是 要非常非常 慢慢優雅的效果 要先腳下來 然後稍微等一下 然後再坐起來 就跟我們生完小朋友要下床 第一次是一樣 對 然後坐起來發現 所以人沒有到那個階段 不會去care這些事情 然後才發現 真的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 好 所以這忙碌的生活 當然還是希望就是說 工作可以跟吃飯盡量要分開 對 難免 可是難免 現在因為工作壓力也大 而且外面真的很多討厭的人 所以會讓你會由我們生氣 就是看別人都不順眼 對… 好 如果你是符合以上三點的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美女命格呢 傑玲 家國興亡自有時 無人何苦願西施 沒有錯 這些名言呢 我剛剛背很久了 這些名言呢 就是來自我們連生病 咳嗽都出出可憐的西施呢 來遇上西施的命啊 就是你會心腳痛 而且心肌梗塞 好可怕 這門連捷戀都在掉書袋了 請問一下以理 西施大家都知道嗎 因為以前有一個東施孝平 就把這個故事幾乎 我看所有中國人都知道了 為什麼以上那一些習慣 會有心腳痛 甚至心肌梗塞的危機 其實西施捧心嘛 對不對 就是會有心肌梗塞 這個問題出來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很重要 我要特別提醒 一睡起來 就馬上跳起來這件事情 對 因為其實根據研究啊 早上6點 到11點這個階段呢 其實是最容易發生所謂的 心肌梗塞 心血管疾病跟中風的一個機率 因為是睡覺起床的那一瞬間 對 就是在這個 而且這個時間比其他的時間呢 多出了大概是 多出20%到25%的一個 中風的一個發生 是喔 好可怕喔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早上 如果你一起來之後 馬上跳起來之後 其實因為我們本來在睡覺的時候 血液就比較濃稠 因為你靜止不動嘛 對 然後你血液濃稠呢 你沒有順暢 那你起來的時候 我們交感神經會興奮 然後呢 就會讓我們的心跳加速啊 然後我們告訴大家 告訴我們身體說 你是需要起來活動的 這時候呢 你的血管就會收縮 所以如果你本身 如果說你有一些隱性的 比如說高血壓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有喔 都不知道自己血壓很高 那這時候呢 可能就會發生一些 比如說潔性中風啊 這個機會就會變高 所以其實呢 你在早上一起來的時候 其實有個口訣啦 就是你早上起來 睜開眼睛的時候 其實在床上要躺大概30分 30秒 30分變通了 30分要應該又睡覺了 30分鐘就拿不到全球了啦 30秒 對 然後呢 你起來之後坐在床上的時候 也是30秒 然後下床之後呢 你腳放下來之後也是30秒 這樣子就讓我們的身體 整個就是梳醒這樣子 其實30秒 30秒還好 我覺得對我們這個年輕人來講 都沒有問題 我常常建立我們的長輩 最好就3分鐘 起來的時候先賴床3分鐘 那做做小運動 那請問一下儀里 第二點呢 怎麼也會跟這個也有影響呢 因為邊吃飯邊工作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是 邊吃飯邊配電腦 對 又或者是邊吃飯邊配自己的手機 對 就沒有在專心吃飯 那實際上呢 我們曾經問過我們病人說 你在吃什麼他都不知道 他覺得我今天中午 到底吃了什麼便當我也不知道 那實際上呢 你邊吃飯邊工作 第一個你不知道你自己吃了什麼東西 亂吃一頭嘛 第二個你可能會吃很快 因為你有時候會趕著要工作啦 或是你下一個會議要開始 所以你會吃很快 吃很快就會吃不飽 你就不會有飽足感 所以你就會產生可能會吃過多 就會有肥胖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肥胖它是屬於慢性病裡面 它可能會造成後面 比如說心血管的血病啊 中風的一個高風險的一個體態嘛 所以其實邊吃飯邊工作 然後再來就是你一定是坐著 坐著吃飯 坐著看手機看電腦 然後在那邊吃 所以久坐 然後你沒有動 其實都是一個心肌梗塞 一個發生的一個風險嘛 是 所以其實邊吃飯邊工作這個 我們會建議就是盡量還是把它分開 是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在講的 所謂的一個脾氣暴躁 是根據研究呢 發怒後的兩個小時之內 所以剛開大概五分鐘前發怒嘛 對 然後發怒了兩個小時 它那個程度已經是怒了是不是 對 怒了 就是已經 我看它整個已經怒到那個脖子了 然後又快要這個 那我才常怒咧 你看雪山隧道裡面 就兩個車道 那現出的90 真的 前面沒塞車開個六七 而且妳不覺得進去之後 妳就是感覺在選牌 妳要選A或B 選錯了就是一輩子三不兩身 每次一開進雪碎之後 然後看到右邊 有的一直在過妳的時候 超過手 對 像暴躁 對 有點暴躁 妳都坐腳了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因為其實 妳在如果發怒後兩個小時裡面 它有一個數據就是 心臟疾病發生跟心肌 急性心肌梗塞的風險 對 是增加五倍 五倍 對 超過 現在兩個小時 你稍微照顧我一下 不過中風機率是增加 中風全身性的中風 不管是哪裡的中風 是增加四倍以上 對 所以大家可能要保持 心情愉悅一點 就是說 盡量不要讓自己 就是在很容易中風 有時候像電視上演的 不是你罵人之後 然後就會不然中風 其實那個我們很多病人 都是這樣子 是真的 是真的有可能 對 有一陣子股票在那個 下跌的時候 大家的股票的時候 對 那個心情 整個那個血管 都那個血壓上升 然後送到那個急診來的時候 其實病人很多 請問一下宜里 如果想要避免像西式一樣 捧著心的話 那在飲食上 要怎麼去調整 其實我們在護腥上面 第一個我們可以建議吃 紅色的食材 因為像紅色裡面的 它的β胡蘿蔔素膏 然後維生素A也滿多的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女生喜歡吃一點 比如說番茄 西瓜 或甚至於它裡面的 像地瓜葉或是維花野菜 其實維生素A都滿高的 所以其實可以護腥 那第二個就是你可以吃一點點 比如說是深海魚 小型的深海魚 比如說像一些秋刀魚 或是小的青魚這個部分 對心血管的保養是有幫助的 所以其實女生如果愛生氣的話 男生也是 其實你的餐點裡面 最好是來自於一些 現在男生也很愛暴躁 也很愛暴躁 對 可以來一點 像一些魚類的部分 那你的下午茶 其實可以吃一點點堅果 有Omega 3的脂肪酸 其實它很多的研究證實 它具有護心臟的一個功能 對 所以下午茶 一小把的那個綜合堅果 其實是滿好的 對 那羅伊斯今天也帶來 小點心要救救小口 羅伊斯 妳今天要教我們 簡單的美味點心 這個的話是 黑糖 黑木耳洞 對 因為我們講說 我們保護我們的心血管 其實很好的食材就是黑木耳 黑木耳在中藥來講 它其實就是一個火血化育 但是它化育的效果 不會說非常強 所以它是一個保養 長期保養常用的一個食材 那我們的話就是黑木耳 我們就是大概用那個200克 然後去把它去掉 我們那個地的部分 把它切絲 那個龍眼的話 就是龍眼大概 對 20克 然後我們的枸杞 枸杞的話大概取得5克 然後我們這個薑片 你可以用生薑 家裡如果有生薑 家裡的生薑 那我們中藥的話 可以用像乾薑這個部分 那大概也是3到5片 就看你喜不喜歡那個薑的味道 那紅棗的話 就是差不多3到5克 去籽 去籽的紅棗 然後我們黃棋的話 就是大概10片左右 10片大概就是3千左右 是 然後黑糖 對 然後加上黑糖 大概120克左右的量 那這個主要的話 就是先把剛剛講說 去了地頭的那個黑木耳切絲 然後放到鍋子裡面 然後其他的這些中藥材 也是稍微用水清洗一下 然後放在鍋子裡 大概用1800cc的水 煮大概煮個30分鐘 直接煮 就直接煮 先把它煮滾 直接用電鍋煮 對 先用那個 你說瓦斯爐先煮滾 對 瓦斯爐先把它煮滾 煮滾了之後 我們把這些比較這種大顆的 薑或是像黃棋這種 比較沒有辦法吃的藥材 把它撈起來 對 撈掉 撈掉了之後 我們就把整個煮好的成品 丟到我們的果汁機裡面 剛才用果汁機把它攪拌 然後就變成碎碎的 然後這種黑糖 可以把它加進去 把它打暈 打暈之後我們這個 今天我是用吉利丁 吉利丁的話 它是動物性的膠質 我們大概1800cc的水 差不多52克的重量 這個是什麼 它是用那個動物 這是豬皮做的 豬皮 對 豬皮做的吉利丁 對 不一樣 它現在有兩種 這麼漂亮的豬皮 真的嗎 它是動物 有些可能是牛 有些是豬皮 有些是豬皮 石上豬 對 現在你去外面做果凍 大概會有兩種 一個叫做吉利丁 它是動物性的 那如果是叫吉利丁的 那個是植物性 就是從海藻那個部分 去提煉的 對 所以就看說 有些如果是吃素的 素食就賣吉利丁 那它吉利丁也有粉狀的 也有這種塊狀的 是 那這個泡軟之後 因為你剛剛 我們已經先煮好的 這個食材的話 它是溫溫熱熱的吧 你就把這個泡好的吉利丁 丟進去 然後把它融化 融化了之後 就放到我們的模子裡面塑形 好簡單喔 然後釘一下就成形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拿手上真的是冰涼涼的 對啊 而且它好漂亮喔 很好吃 QQ 對 因為它做法還滿簡單的 其實像這樣子的食材 大人 小朋友都很適合 而且這樣子可以吃到全部的食材 然後打在裡面變成洞對不對 對 好 接下來是 小可 你有覺得現在很平衡嗎 不放心了 不放心了 不誇張 暴躁的那個體驗都不見了 真的 太好了 謝謝羅醫師 謝謝 好 最後還有哪一位古代的美女 也想上了現代病呢 潔領 吃水果其實不健康 這是怎麼回事啊 八天的時候 就比較沒有食慾 就以水果來替代我們的飯 正餐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體驗 對 你問下來發現 它可以一天裡面 它的水果量 可以超過我們建議量的三倍以上 對 像大概一天 大概就是兩個拳頭大的 一個水果量 這麼大 那我每天都超過 那拳頭小好多